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波罗包 这段时间正好是学校放负折的呈假 小朋友放假留在家里 不知道你想好怎么帮小朋友放点了吗 今集我要分享的小吃 就非常适合和小朋友一起来动手来做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次要用到的材料有墨西哥饼皮 这些饼皮在超级市场就可以买到了 饼皮买回家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直径大概8cm大的毛巨 来印出一个圆形 这些饼皮都大有银性的 我们在印的时候就要给一点点力了 饼皮印好之后 最先铺在纸杯蛋糕的烤盘上 再用一个香药大小的玻璃瓶放在饼皮的中间 然后用一点点力 将饼皮压落和压实它 这些没有危险的动作你可以放心地 全部交给你的小朋友去完成 全部都弄好了 就将它放入预先预热的烤炉 用170度烤5分钟 5分钟之后最适合烤炉 利用烤炉的余温最烤2分钟 烤好之后你就将它拿出来放冻 这样你就会有很多用饼皮造成的碗 这些用饼皮造成的碗 你敲起来会听到呱呱声 到我们吃的时候就会脆薄薄了 我们用到的馅料材料有 洋葱 牛油果 青铃和车厘茄 还有橄榄油 黑胡椒 先将一些牛油果开边 平时我们在选购牛油果的时候 应该选一些牛油果表面是光滑的 而且没有声响的 这样的牛油果就比较好了 最滑走的牛油果均匀 然后再用匙羹 将牛油果肉挖入玻璃大碗 我们平时买回家的牛油果 假如是绿色的话 你都不用担心它不熟 你可以将绿色的牛油果 放入一个透气的纸袋里面 然后再加入漂亮的苹果 这些苹果就可以起到催熟的作用 那些牛油果很快就会熟的了 熟了的牛油果 你就要趁快放入冰箱 而且趁快食用 那些牛油果肉 挖入玻璃大碗了 你就可以用个打蛋器 不断用力地搓烂那些牛油果 搓得越烂 到近时吃起来 那些口感就越忧郁了 那些牛油果的搓成感就差不多了 整个过程 你给小朋友参与的话 你会看到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最喜欢的盐葱 切成小粒 你可以选择白盐葱 或者纸盐葱 如果你不喜欢盐葱 那种辣味的话 你可以事先加些盐水 来浸浸浸它 再切小 那些盐葱味就没那么重了 做切好的盐葱粒 加入到牛油果用入面 最新鲜的车尼茄一开四 拿它的颜色 和它甜甜酸酸的味道 切完了 再加到牛油果用入面 我们最切半个青链 把这个半个青链炸成汁 然后加入到牛油果用入面 那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清新 最佳入少许盐 最佳入少许盐 最佳入黑椒粒 最佳入黑椒粒 最佳入面 放入鲜茄 盐葱 最伤盐 大的头发 牛油果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你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配料 和调味料 来提升牛油果的味道 牛油果用 你通过加入调味料和配料 它已经不是原先那种 淡而无味的牛油果用了 将它们拌均匀就行了 现在就将饼皮碗转移到托盘上 最将牛油果正逐一加入到这些碗里 装好后可以在面整边加入半个车里作为点缀 这款小器就快完成了 它非常适合用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作为餐前小吃 它吃到口感幼滑,味道清新,还有脆脆脆 如果你喜欢请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钟 我每次吃一个芯片就会通知你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